全世界最神秘的建筑之一 就是還有Sofia 以前我們提過那個時候 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每個台灣人 每個華人 來到狐爾街 來到伊士堂一定要玩一次 哇賽 有一件事像我們在刷牙的時候 有沒有牙膏 類似那種的美食 跟台灣做一下怎麼樣 好甜喔 土耳其人偏土耳其人這樣都不行 好甜 海鮮 我都... 台灣這個很有名的蝦子 給綠了啦 出雞了啦 三十塊美金 差不多一千塊 被佛斯布魯斯海峽貫穿的 伊斯坦堡 除了有世界一等一的無敵美景 就連盛產的海鮮 你也不能錯過 原來也能這樣玩 這樣吃 其實有時候不用買 可是也可以請你吃 他說如果所有的華人來到這裡 全部都是沒有 他說男生吃這個 好好吃 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主要是在辣椒市場 和阿萊爾巴巴 一定要廣告 佛斯一百萬塊台幣 一百萬塊台幣 很高興認識你 你說阿萊爾巴巴 一百萬塊台幣 因為這是商業的 土耳其人狂推 一定要來的人氣傳統市場 有著濃濃的人情味 裡頭更是趣味無窮 驚喜不斷 在這裡 你可以一網打進 所有最有土耳其風格的伴手禮 來了… 你們看一下 釣的魚就是土耳其人很喜歡 一大魚非常好吃 一大魚上面有很大的燒烤 燒烤上面有很多很多巨女 真的看起來好好吃 想去又怕不知道怎麼玩嗎 不用擔心 跟著無縫這樣玩就對了 保證你在短時間內 就能玩到遲到最棒的伊斯坦堡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終於出發了 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們從香港轉機 要直接去伊斯坦堡 從香港到伊斯坦堡 幾個小時呢 四個小時 你們準備好了嗎 趕快去搭飛機吧 真的非常的緊張 因為好久沒有去土耳其 我的老爸現在在等我的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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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航班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人這麼的美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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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飛機上面有… 有那個出事的… 你們不是說話嗎 對啊 還有唯一講中文的人啊 我知道你唯一講中文 愛玩客們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在土耳其的時候 我們一起學中文是不是 對的 你看一下我的飛機 對 真的非常的舒服 我的學姐在這裡 伊斯坦堡 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城市 內有兩個國際機場 這次我們的目的地 是位在歐洲區的 阿塔圖克機場 土耳其航空公司 以此為中心 迎接來自周遭國家的遊客 是許多往返歐洲 與亞洲遊客最佳的選擇 我就說老吳 怎麼可以那麼爽 坐到商務艙 原來是要靠打工換來的 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非常的好奇 到底飛機上面的美食 多新鮮呢 你們覺得都是冷凍嗎 你們覺得全部都是在冰箱裡面嗎 不是 因為我們的飛機上面有… 有船航空機 對 你們有船航空機嗎 對 船航空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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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完全沒有冷凍 全都是在這裡新鮮 在這裡做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看時間 時間夠了 他們馬上加熱 就是自己給客人 全部都是你們以前說 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 就是… 什麼不同的 OK 其實他們在這裡有一個烤箱 它就是一個烤箱 他們全部都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在這裡加熱 真的是馬上 對 這麼可愛的馬鈴士大家看得笑 哇 好香耶 我覺得他們這不是飛機 這就是五星期的飯店 真的太誇張了 但是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奇 因為現在裡面有大概28個 的客人 那你怎麼安排這些美食 夠不夠 非常有些 非常有些 其實他們有時候 有可能是 大家都會點 比如說 雞肉還是牛肉 你們現在看一下 這裡全部都是牛肉 他們說 如果這些牛肉真的不夠的話 他說 你們可以吃我們的魚肉 魚肉真的非常好奇 你很聰明 真的很聰明耶 這就是你這裡 對 這就是你這裡 對 下次我覺得可以跟他們說 下次再見的話 我們可以提供所有的客人 台灣的牛肉麵 完全跳過大家對飛機餐的 刻板印象 土耳其航空直接帶著廚師上飛機 將在地面已經處理好的 美食半成品 在空中做最後的收尾 就是要讓旅客 在漫漫長途的飛行中 還是可以像在餐廳一樣 像用美味的餐點 還不止如此 既上還提供了一項超值的娛樂 讓你十個小時的飛行 一點都不無聊喔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 到飛機 飛到一個非常遠的地方 超過十個小時 在路上做什麼呢 看電影 看完了 聽音樂 聽完了 玩遊戲 玩完了 然後呢 在土耳其航空公司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服務 準備好了嗎 就是 電影 我們現在可以 開無縫的服務 有可能現在 你們會覺得 無縫這樣很危險 你在用電腦 不是危險嗎 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們現在在 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上面 他們會提供給我們一個 拜拜的服務 讓我們享受 所以呢 我現在可以跟我爸爸聊天 跟我的粉絲分享 我在那裡 然後看 剛剛今天我過 一萬七千耶 對不對 這個服務太旺了 在我船 我過離婚其實非常的不聊 跟我一樣 很大隻 睡不著 可以跟日本的朋友聊天一下 我跟他們說 我快到路 伊斯坦布爾 我來了 天啊 老巫 在空中打卡 實在是超酷的 土耳其航空 會有這樣的服務 是因為有些商務人士 會需要在空中上網 處理一些事情 所以機上 才會有無線網路設備 不過 記得飛機請降的時候 還是要關掉電子設備 這樣才安全喔 老巫 伊斯坦寶不是已經到了 你幹嘛又去櫃台 確認啊 嗨 早安 哈囉 歡迎來到伊斯坦布爾 謝謝 歡迎來到伊斯坦布爾 謝謝你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現在跟大家說 歡迎來到伊斯坦布爾 全世界最特別的城市 對很多客人來說 伊斯坦布爾是一個轉運站 但是你們在想啊 如果你們來到伊斯坦布爾 如果你們要等一天的話 怎麼辦 在這裡要睡覺嗎 不可能嘛 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參加 土耳其航空公司的City Tour 他們可以讓我們享受 不讓的伊斯坦布爾 吃、喝、歡樂 而且就是蜜鹽廢喔 所以我來來到伊斯坦布爾 我只是想問幾個問題 我從哪裡 我從巴基斯坦 你從巴基斯坦 從巴基斯坦布爾 我從巴基斯坦布爾 我從巴基斯坦布爾 對 所以如果沒有提供 這個類型的作品 你可以花時間在A4 A5G的工作室 說八個小時 如果現在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行程 的話八個小時 他在這裡要睡覺 但是現在因為剛好有這個行程 他要到我們的巴士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好吃 很有感覺 每年有幾千萬名旅客 要在伊斯坦堡轉機 貼心的土耳其航空 為了讓轉機旅客在等待的時候 或是只有睡覺跟發呆 推出了城市旅遊這項服務 只要出發前 向航空公司登記班機資訊 選好參加的路線 就可以免費倡遊這座 到處充滿著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 各位觀眾朋友們 對土耳其人來說 最重要的遺產就是土耳其的早餐 但是這個地點是 我覺得全世界最特別的地點 因為對面就是亞洲 這邊是歐洲 那我前面現在會有 很豐盛很豐盛的土耳其人的早餐 你們看一下土耳其人吃的早餐 跟台灣人吃的 跟華人吃的早餐 完全不一樣 注意看一下 我們有火腿 我們有三種不同的起司 我們有番茄 我們有沙拉 我們有橄欖 我們有巧克力 我們有奶油 我們有汗泥 我們有茶 我們還有雞蛋 太多了吧 但是呢 怎麼吃呢 我教你們吃 好 一定要背麵包 所以現在給你們看 土耳其人怎麼吃 就是一點點起司 把這個火腿 這個火腿就是 台灣大部分的火腿算是豬肉 但是在土耳其的是 因為回家族的關係 我們的是牛肉 這樣可以 然後加一點點奶油 好 這就是土耳其人吃早餐的方式 真的好久沒有吃土耳其早餐 非常非常的棒 還有最重要的是 台灣人不太喜歡吃的起司 這是有一點鹹鹹的 但是非常好吃 豬耳其是起司 大家有時候是MIT Made in Turkey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還有呢 台灣人比較熟吃的 當然 但是 其中海國家的人 豬耳其 西班牙 還有西洋 法國 他們非常喜歡吃 當然 因為沒有感染的話 我們的早餐真的覺得 非常可惜 台灣人的土耳其的茶 但是你們知道嗎 這個菜是從中國來的 我們叫它菜 因為就是中國人說茶 在土耳其叫做菜 它是台灣人的紅茶 土耳其我們叫做菜 一定要喝 真的是就甘心啦 就連早餐都幫你張羅好了 用最道地的土式早餐 來開始你的城市旅遊 濃濃的起司 配上香芋的牛肉火腿 再加上我們最熟悉的茶品 再來兩份我也吃得下啦 土耳其航空 已經幫你安排妥當 嚴選的旅遊路線 讓你在短時間內 就可以玩到最棒的 伊斯坦堡喔 歡迎來到 伊斯坦堡最有名的地方 叫做 蘇塔南米廣場 對面有蘇塔南米清真寺 但是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在後面世界有名的 還有蘇菲亞 你們準備好了嗎 因為你們要 張大你們的眼睛 我們要享受 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這裡是全世界 最神秘的建築之一 就是還有蘇菲亞 伊建 摩摩帝國那個時候 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每個台灣人 每個華人 來到土耳其 來 全世界 最神秘的建築之一 就是還有蘇菲亞 我小的時候 大概十歲的時候 來過這邊 我會覺得好像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的神秘 因為這裡是 伊建 摩摩帝國那個時候 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但是你們注意看我的後面 你們會看到一些阿拉伯字 阿拉伯字代表就是 鬼教徒 伊斯坦教 所以呢 一十五三年 土耳其人 勝負這個城市之後 他們把這個建築 蓋成一個 請政室 現在你們注意看一下 從右邊 你們可以看一下 阿拉伯字 它的意思就是 阿拉 就是我們信的阿拉 就是God 你們看左邊的就是 我們的Prophet 我們的先知 Muhammad 但是這裡有一個 非常大的特色 它就是在中間 神摩摩利亞跟耶穌宅 剛好在中間 所以呢 在這個很神秘的建築裡面 有兩個不同的宗教 他們就是在 跟在一起 就是平衡的感覺 所以在世界上 你們沒有辦法 在一個建築裡面 沒有辦法可以看到 兩個宗教在一起的 跟著這樣玩就對了 比玩的第一站 就是來到 最能代表土耳其的 聖索菲亞教堂 它可是建築史上 唯一跨越了信仰 帆離界線的代表 超級寬敞的空間 不斷湧入世界各地的觀光客 但裡面完全不吵雜 相信大家 已經被宗教的莊嚴 和建築的雄偉 震懾住了吧 天啊 這輩子 我一定要去沾仰一次 所以來到伊斯坦堡的 阿拉伯人 華人 日本人 還是土耳其人 是其他國家的人 一定來海歐索菲亞 一定管理下 因為我們人類來說 這裡是世界上 最漂亮的建築之一之外 很多土耳其人說 這個是 Dunyanan Yediharikasnambitanesi 你們會覺得 我們在海歐索菲亞裡面 拍攝很簡單嗎 我告訴你們 我們已經花很多時間 我們已經花很多錢 還有文購很多人 終於他們會讓我們在這裡拍攝 但是如果你們來到這裡的話 門票就是大概250塊 你們會來這裡 我們一定要享受 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築之一 還有蘇菲亞 相信我 我是一個土耳其人 每一個台灣人 每一個華人 來到土耳其 來到伊斯坦堡 一定要玩一次 真的很值得 可以享受這麼美的地方 聖索菲亞教堂 已經見證過了六個世紀的替換 也經歷過了數次天災 地震 以及十字軍破壞等人禍 但本身結合了數個朝代的藝術 讓它在建築史上的崇高地位 依舊不減 除了雄偉建築之外 牆上的拜占亭馬賽克壁畫 也是你要細心品嘗的 當然 城市旅遊規劃出這樣的壁玩景點 老胡要告訴你 來這裡除了古蹟 外面的廣場 還有彼此的小吃哦 觀眾朋友們 我朋友覺得非常非常地冷 在土耳其冬天的時候 我們喝一種飲料 非常地有名叫做 撒勒 撒勒 要喝嗎 謝謝 我要一個 非常有名 因為它會讓你會覺得 非常非常地熱 然後加一些土耳其的香料 有點像牛奶 但是它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很濃很濃很濃 所以看一下 非常非常地好喝 有點像 原來是雲米湯的一種 非常地濃郁 好香耶 但是土耳其人喝這個 有覺得沒有感覺 一定要給台灣人喝牛奶加菜 很好喝 什麼樣 喝了這個很暖 很暖 很溫暖這樣 它加那個肉桂粉很棒 很香 有香 很熱 米漿啦 它是不是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那是阿B 賣得好嗎 一小一點 一小一點 好幾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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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一百三十萬 這麼多錢 賺那麼多錢 一百二十萬 我松心天開 是不是要當作脆了 在這裡農出去好了 他們一定賺太多錢了吧 沙蕾就是藍金粉 直接加在羊奶裡面做點調味 就變成這樣 有點濃稠的熱飲 喝起來有點像杏仁茶 外帶點煉乳的味道 搭配上肉桂粉特殊的香味 在這冷冷的冬天喝上一杯 整個都暖和起來了 土耳其的甜點是出了名的多變 除了這杯沙蕾 旁邊還有一項甜品 老屋也是強力推薦的哦 這是什麼東西 麻醇 麻醇 有點像我們在刷牙的時候 有沒有 牙膏 類似那種的美食 它叫做麻醇 新年來蒙古蘭 看得不像 這是柳橙 這是算是那種 滿月美 這是檸檬 那個呢 這邊 這是 Qiwi 很好 這個呢 香蕉 你們看一下 1 2 3 4 哇塞 普通的味道 就全部都吃在這裡 但是突然間吃 還是我覺得沒有感覺 阿發 不好意思啊 我們的企劃 來來來 台灣人一定要吃這個 怎麼樣 他叫做麻醇 跟台灣人說一下 怎麼樣 好甜哦 好甜嗎 嗯 可是它吃起來有點像那個 小時候我們在吃那個 口香糖 口香糖 很像口香糖的味道 但是它這個口感比較特別 因為它裡面有不同的 小一口的味道 好甜哦 這個長得像棒棒糖的甜品 就連老吳也是第一次吃 五顏六色的糖漿 做法相當的有趣 相當吸引大家的目光 吃起來 除了有點像口香糖之外 還有一點 像牙膏的感覺 廣場外 除了這些必吃小吃之外 再走個幾步路 城市旅遊嚴選的 另一個必玩地點 可是吸引了破萬的人潮 就連電影也曾在那裡拍攝哦 歡迎來到耶勒巴達斯拉里 中文叫做 地下水池 這裡是一千五百年前 羅馬人蓋的 非常特別的建築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沒有把花費河水的話 他們會用這個建築 可以來取水 而且啊 現在你們注意看的話 這些水還在 不過最大的特色 水裡面現在有這麼大的雨 我覺得在這個裡面 會讓我覺得 好像回到羅馬帝國的 那個時代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神秘 觀眾朋友們 你們看到了沒有 這裡有希臘傳說中 最可怕 最恐怖的 魔鬼之一 美杜莎 你們知道那個故事吧 看到他的眼睛 也會變成石頭 以下城市裡面 有兩個美杜莎 一個是他 另外一個是在我們的後面 你們看 他們的方向都不一樣 一千五百年前 把這個 把這個兩個條箱 他們放在這裡 但是啊 現在的人 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這裡有兩個美杜莎 我們都不知道 真的非常非常的神秘 現在我看到的眼睛 大家沒有辦法 可以變成石頭 但是如果你們來到伊斯坦布 一定要玩一下 這裡感覺真的沒有辦法形容 地下宮殿 早期在羅馬時代 是個大型的蓄水池 將20公里遠的水源 引進到此作罐蓋使用 宮殿裡面 還有一根神秘的立柱 是用來紀念 當時始於建造地下宮殿的 數百元活力 也是相當吸睛的 結束了城市旅遊所規劃的行程 接下來 老屋就要開始扮演天生的導遊 帶我們去玩 最道地的伊斯坦堡啦 好 朋友們 你們來到伊斯坦堡 到處都可以卡得到 Taxi 黃色的車子 但是我個人 土耳其人 不擔心你們常常到Taxi 因為Taxi 真的貴 而且常常在吃 這個地區叫做Taxim廣場 非常有名的一個地區 因為我們土耳其人常常在這裡 跟朋友們見面 有點像我們在台灣的台北車站 其實不要玩 你們完全不用擔心 來到Taxim 你們可以卡得到很多巴士 捷運 而且這個附近還有船 你們可以搭船 可以過去伊斯坦堡的亞洲那邊 如果你們來到這裡 我最推薦的就是南線 因為南線會讓你們享受 很有歷史 很有名秀的伊斯坦堡 Taxim廣場是伊斯坦堡的交通總站 從這裡 不僅可以輕鬆的前往巴士總站 機場和路車站 更可以搭著地鐵 遊遍各個著名景點 而且地鐵不計長城或短城 只需花你大約50塊台幣 就可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自己來玩的旅客 只要寄到這個地方 也可以暢遊伊斯坦堡 各個大街小巷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歡迎來到伊斯坦堡地標之一 Galata Tower 非常的有名 因為從羅馬帝國時代到現在還在 如果你們來到這裡的話 可以跟我一樣拍很多講片 當一個留念好不好 而且從這裡看的角度 當然是很漂亮 但是它的名字最上面 因為最上面 你們會享受無敵海局 我們來到這裡 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全部的伊斯坦堡 然後這裡就是歐洲 對面就是亞洲 對於很多土耳其人來說 對於很多外國人來說 其實這個地方很有歷史 很有文化 我現在在這裡會覺得 真的很棒 這裡就是讓人排隊 排到角栓 也一定要來的加拉達塔 因為地利的關係 可以360度的補看 整個伊斯坦堡 門票大約是180塊台幣 每天吸引了無數的遊客 來這裡殺光相機的記憶體 當然人多的地方 一定會創造出最棒的美食囉 來到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小吃 一定要在這裡吃 因為它是我們土耳其的路邊湯 這個小吃叫做 就是羊的腸子 而且 拿著米先生在這裡已經35年了 你們在想 哇塞 拿著米伯 真的很香 吃法就是四分之一 還是你要確定要吃一半 拿著米伯 以下是生意好不好 好 不錯 不錯 他說生意不錯 這個小吃在台灣 看不到 所以在土耳其 如果你們來到這邊 我可以跟拿著米先生 提了一個土耳其的褲子 你們看一下 外面就是粗粗的 裡面就是養了一個 非常非常 配美的骨味 還有加一些番茄 青椒 還有土耳其 最重要的當然是香料 全部在一起 你們看 土耳其的香料 還有椒 預備 辣椒 鹽巴一滴 哇 鹽巴不錯耶 我快受不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哇塞 跟台灣的明星人完全不一樣 好 現在要吃 真的要吃 真的受不了了 好 第一名 土耳其人騙土耳其 這樣就不行了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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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台灣這個很有名 蝦子 三十塊美金 差不多一千塊 看起來就是一個寶貝 台灣客們 你們知道我在台灣 吃好吃的美食 我一直吃寶貝 給你們看 就是土耳其的寶貝 裡面的是滿滿的香料 滿滿的肉 就是腸子啊 哇塞 還有番茄 青椒全部都在裡面 現在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很想念土耳其嗎 因為我們土耳其的美食 也太好吃了 因為老闆烤的時候 他用的就是母蛋 你們吃這個羊肉的時候 很明顯可以吃得到 母蛋的味道 裡面他們用的是 百分之一百天然的香料 所以味道更美味 來到伊斯坦堡 一定要來吃著羊腸麵包 烤得脆脆的羊腸 裡面塞滿了美味的羊肉 老闆說羊肉還要挑過 這樣吃起來口感才會嫩 再搭配上香料 那款和羊的燒味 難怪老吴一直念念不忘這一味 還有一樣 令老吴忘不了的美味 飲食在市集中 聽說天氣越冷是越好吃啊 濃烤的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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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伊斯坦堡最有名的 餅乾在這裡 濃烤的羊肉 濃烤的羊肉 你好 我們是從台灣來的 在台灣 我們土耳其的餅乾非常有名 我們現在要吃最好吃的 最當地的土耳其餅乾好不好 跟台灣的餅乾完全不一樣 就是真的是有一點香 塞烤的羊肉 這是火香糖 這是火香糖 這是火香糖的 哇塞 我們注意看一下 阿伯,你待會兒餅乾嗎 每天 每天 對 賣這個幾年了 已經... 三十年 三十年他都在這裡 你們看一下 所有的很多土耳其的明星 國外的明星來過這裡 我們的總統啊 看到了沒有 連總統都愛來吃 你怎麼能錯過 這家映生在市集裡的超人氣 土耳其冰淇淋 就算是冬天來了 還是有很多人來光顧 對了 老吳,我在台灣 都被賣冰淇淋的耍得團團轉 這次你這土耳其人來買 應該不會想跟你玩了吧 要拿一點點不可能 夠不夠 先拿個夠不夠 這個不行 真的要留在這裡 三十年才有辦法 你們看多好玩 你們看多好玩 台灣也有很多土耳其的馬拉斯冰淇淋 但是這裡的真的是最倒立的 一邊三十年 好,現在要吃 真的要吃 真的受不了了 土耳其人偏土耳其 這樣都不行啊 對…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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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你們現在在為什麼台灣 這麼喜歡呢 你看 好… 這片的,這個 仙大哥,要不要吃 是你的 沒有嗎 台灣根本告訴你們 好吃的明星也是這樣子 你們看,不能黏 就是起司樣子 隨便看喔 哇 怎麼樣 跑病嗎 它那個羊奶的味道好重喔 就是,裡面就是羊奶啊 對啊,它好濃喔 好濃 跟在台灣吃的不一樣 土耳其冰淇淋 之所以會這麼好玩 是因為加了藍金粉的關係 讓冰淇淋黏性大增 吃起來有較濃的羊奶味 台灣的有些會用牛奶取代 甚至調整一下甜度 讓更多人接受 所以才會跟道地的 吃起來有所差異 刺激梨真的是臥虎長龍 一定要來吃的 還不只是冰 臨近海邊的伊斯坦堡 海鮮也是相當特別的喔 來… 來… 到底這些土耳其人講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賣魚的方法 對… 沒有錢… 你們看一下 那麼高級 但是這裡的魚 跟台灣的魚有沒有不一樣 因為我們在這裡不是大海的魚 就是內海的魚 就是土耳其的魚 注意看一下 很多魚的脖子會看得出來 就是紅色的 紅色代表是水新鮮的 他說… 那是魚的魚 魚的魚 這隻是真的 但是他的說… 他的說法就是… 這是真的 台灣這個很有名 蝦子 蝦子多少錢 那個餐廳 這個餐廳 10元 我的天 台灣說 台灣真的是一個報導 告訴你們 20元 蝦子30塊美金 差不多1000塊 明年TF有台湾塊的事 很快 我覺得土耳其真的很棒 但是有一點貴 這個地方叫做空泡粉 如果你們來到這裡的話 可以吃很多海鮮 是不是 你們常來這裡嗎 所以很多土耳其人 要買魚的土耳其人 可以來這邊 一邊可以買魚 然後後面有很多餐廳 老吴常說土耳其海鮮很貴 這下子真的見識到了 魚飯用各種方法 要讓客人可以最快速知道 自己的魚是最新鮮 有了魚貨集散定 當然就造就餐廳的魚集 這邊的海鮮餐廳 我們當然也不能錯過 除了海鮮市集好玩 還有一個是土耳其 最道地的市集 裡面什麼都有 價格還相當的親民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這一散步 比吃比玩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這裡 哇 哇 這裡就是香料市場 這裡其實什麼都有 這裡有什麼 你還不知道 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什麼 鹹的 甜的 辣的 很多很多不同的香料 還有呢 瓜子 甜果 核桃 葡萄桿 烏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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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有嗎 六個 我的天 其實有時候不用買 這就是也可以請你吃 他說如果所有的華人來到這裡 全部都是沒有 他說 男生 吃這個 POWER 你們叫我 最平民的 只是觀光客來玩的地方 這就是土耳其人也是在這裡 你們看一下 全部都是土耳其人 就可以在這裡以往打盡 不過 請注意 PAY ATTENTION PLEASE 一定要早點來 因為導遊說 只要過了中午 人潮大概就像在看阿妹演唱會 一樣的多啊 艾娃客們 看到了沒有 很多不同顏色的香料 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部分的香料在台灣找不到 所以很多華人 很多台灣人來到這裡 特別買很多不同的香料 但是要買什麼呢 一定要問店長 Just tell us What is your favorite? 哇 還蠻香的 What is that? For barbecue Special mix is for barbecue For barbecue Barbecue Stack Grill chicken Grill meat 牛排 羊排 什麼都可以 Turkish spice Turkish spice also It's a mixture of different spices inside 所以如果你們來到這裡的話 可以買這個 然後可以放在你們的牛排 羊排的上面 一定是HOTJACK 這個好 多少錢 七十塊 差不多也是差不多一千多塊 For chicken Mainly for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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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wuke 它是什麼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that? This is for grilled chicken But this is for dried green chicken 就是要烤的那種 You're about to boil it with the... To fire it with the vegetables 他說如果你們要煮雞肉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香料 放進去雞肉裡面 可以更好吃 明朗滿目的香料 若是第一次來這邊 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不過沒關係 土耳其人對美食相當講究 哪種香料 需要搭配哪種料理 他們已經幫我們先搭配好了 購買前只要稍微詢問一下 當地的店員 就會給我們最棒的推薦 除了香料之外 裡頭還有一樣讓旅客來這裡 都想買的超人氣伴手禮 Love D.K 愛情茶 特別愛情茶 愛情茶裡面有什麼 這個裡面有什麼 What is inside Inside there is dry fruit OK 裡面有什麼 Ross Roway 還有什麼 Pomagranath Pomagranath Lemon Apple Blackberry Cinnamo Pingno Cinnamo 這個很特別 Very good Smell very good 非常非常的香 How much is this? Pomagranath 70ml 4kg Pomagranath 7ml 這個是一定要買 This is your favorite My favorite So what do you have? Any other things? Second Second Apple tea Ringgo chan Oh my god 這就是不只是華人喜歡的 很多國家的人來到土耳其的原因 就是它 It's in made in Turkey Right 這是蘋果茶 但是它的品質就是 8分之100就是蘋果 好香 Say the you know Taiwan people Say the all Chinese speaking people You can come here ok? Ok I invite I invite 1 2 3 I invite all Taiwanese people to come to Turkey And they mail it to spice market And exactly to Hazar Baba store Hazar Baba 3.4.6 一定要廣告 Force 100.5.5 Ib 1 minute to meet you You say Hazar Baba 1 million American dollars Because it's a commercial Hazar Baba Hazar Baba Thank you 實在是太可愛了 這就是傳統市集 才能感受到的濃濃人情味 除了香料 是必買的伴手禮 另外 那散發出陣陣香味的花茶 也是人氣巨高不下的單品 在這裡 你可以用最貼近土耳其的當地價格 買到許多核心意的貨品 在市集的外面 當然也是有不錯的貨品 你也不能錯過的唷 這個一定要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是意大利啊 法國啊 No No Turkey Turkey Very famous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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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很高 最好说台湾人会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会接受 台湾人有时候不带会吃 一些很鲜 我们就不一秒了 你看 不当台湾的那个 不当台湾的那个 老哥 那是谁的 那个的我们就是 差不多一公斤 差不多三百块左右台币 同时老板也是跟台湾老板一样 如果在这里 你们可以来到这边 可以看一下 其实有时候不用买 这就是也可以请你吃 好的 现在像亚洲啊 华人有那么多人 现在他们看你 你看好想的 请你来请你吃 我们来吃饭 先把我们要不要来跟他们吃饭 他说如果所有的华人来到这里 全部都是免费 没问题的吗 没问题啊 就是完全不用钱 很好吃啊 来这里吃饭 老吴 等等老板的启司被吃完了 那还得了 我其人对于启司的热爱 不安全不输给欧美人 许多当地人都会特地来此采购 口味比较大众化 想要买土式的启司当伴手礼 来这里就对了 不习惯启司的也没有关系 这里还有一样吃的伴手礼 可是世界一等一的啊 全市场最有名的 建国现实 你们看一下 他们卖很多 很多的瓜子建国 阿贝 最有名的就是你吗 他们说 最有名的就是你吗 到时候我在这里 最有名的卖建国的人 有可能你们不少 但是全世界的 百分之九十 建国的百分之九十 在土地市场 他们的卖法就是这样子 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ok go 他真的好厉害 来来来来来 你们看一下 钓的鱼就是 土耳鲜人很喜欢 伊斯大利 非常好吃 我跟你们讲一下 他泡的讲 他说哪是你 吃这个 泡味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啊 泡味 好好玩 这就是停止了 想要找吃的伴手礼 就一定要来这 连土耳其人 都挨来光的香料市局 不只让你感受浓浓的人情味 还可以满载而归 不过记得星期日 是没有开的哦 伊斯坦堡 除了苦鸡 市集好玩之外 境内有一条重要的 交通桥梁 桥上 桥下 有着让人全年无休 排队 排到脚软 也甘愿得奇妙景象哟 来到了伊斯坦堡的 每一个观光客 一定会经过这座桥 加拉塔桥 当然你们来到这里 一定会看到很多人在钓鱼 在台湾很多人很喜欢钓鱼 尤其是我们的三哥 那三哥如果来到伊斯坦堡 来到这里 什么办 他也喜欢钓鱼呢 如果台湾人来到这里 他们什么钓鱼呢 他们怎么钓鱼呢 怎么钓鱼呢 我们来到这里 很多鱼区的朋友们 有很多鱼区的朋友们 他们来到鱼区的 鱼区的 鱼区的 不错耶 一个小时 10块里了 他会提供给我们鱼区 还有钓鱼 临近香料市集的加拉达桥 可是全伊斯坦堡最繁忙的桥 来这里 不只可以看到土耳其 最漂亮的博斯布鲁斯的海峡 夕阳 还有就是让人在这里钓上一天 也不想离开的钓鱼活动 管它刮风下雨 管它平日还是假日 常常一味难求啊 因为这里的鱼区真的很好 就连常常贡固的老屋 也变成天才小钓手啦 其实非常的简单 老板说有两种钓法 就是我们用的就是 里面有耳 所以钓得比较快 旁边的人一直在这样子 一直在拉 因为他没有耳 所以他用的是加耳鱼 来了... 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钓法 其实还蛮简单的 所以你们如果来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我的结议就是 你们没有耳 不想加耳 加耳是麻烦的 钓的鱼就是土耳其人很喜欢吃的 我... 鱼匙非常好吃 我们喜欢它是炸的 跟台湾人 我们在这里的钓法 我们在这里的钓法 很容易做得到 很容易做得到 加油 來到這裡一定要享受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非常非常好玩 好像有 好像有 看一下 有... 有... 來... I-1哥們你們看 其實非常的好玩 還滿簡單 但是當然要看運氣 運氣好的話可以抓鮑魚 這隻也是一樣的 是不是 看到老吳三兩下就中魚了 各位千萬不要誤會 他是天才 是這裡的魚況真的太好啦 難怪會有這麼多人 在這裡釣上一整天 也不願離開 如果你來到伊斯坦堡 逛累了年輕的古蹟或是市集 不妨拐個彎 來加拉達橋上玩一下 或者是到橋下去吃個讓人 吃了還想再吃的美食吧 你們看一下 現在不是吃飯的時間 但是還是很多土耳其人 在這裡吃東西 吃... 就是我們的魚跟麵包 我們看一下 差不多台幣80塊左右 土耳其5塊 他們的廚房也還滿特別 因為一座床上面有很大的BBQ BBQ下面有很多很多菌魚 真的看起來好好吃 我剛剛跟老闆說 老闆你們開這家店 大概已經多久了 他說50多年 你們看從那邊到現在的生意這麼好 來... 趕快找些位置 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們要吃的 來到加拉達橋 除了在橋上釣魚 或者是到旁邊的渡船頭 搭船 旅遊最富盛名的博士布魯斯海峽 那就是一定要來這裡吃上最美味 無比的烤魚麵包 不只是排隊的人多到爆 就連設在船上的廚房烤盤 上面的魚也是多到排隊 等著被烤 老吳來兩份嘗嘗先 觀眾朋友們 這個吃法是其實很簡單 但是看你們的選擇 先加鹽巴 我也要...一點點 這是一種吃法 看你們要加多少 檸檬汁還是要... 其實國人很喜歡加檸檬汁 但是不要加太多 OK 非常的簡單 菜 養生 魚 麵包 但是它的味道我很喜歡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 台灣的朋友們來到這裡 一定會很喜歡 不過台灣各位你們會覺得 吳鳳 你在吃魚 他有沒有吃嗎 偶爾會遇到 所以呢你們要... 吃我們的 鮪鮪鮪鮪鮪 還是要小心 一口咬下去 濃濃的魚油香 直接在嘴裡化開 憋小看這小小的一份 它可是塞滿了整條魚 而且在烤的過程 完全沒有添加任何調味料 所以在吃之前 一定要自己調味一下 或者是你可當個 道地的土耳其人 旁邊攤判賣的配料 是你最佳的選擇喔 台灣客人 你們現在問我 吳鳳 你吃鮪鮪鮪鮪 很好吃 但是沒有飲料嗎 當然有 我們一定要介紹一些 我們土耳其的 醬菜 土食 來了來了來了 這就是 土耳其人的 非常傳統的一種飲料 就是一種 好帥的感覺 哇 有那麼吃 他說眼睛大來了 因為 真的有點辣 然後酸酸的 我們土耳其人會覺得 台灣好喝 比吃到醬汁有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不知道 台灣人有沒有辦法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是可以喝嗎 可以喝啊 相信我 我們台灣 那個醃菜 不會喝那個醬汁耶 相信我喝就知道 就是你會真的果飲 非常的好喝 稍微辣 你看 會可怕吧 還好 還可以對不對 還好 可是天然的 完全沒有什麼 任何一個湯啊 還是鹽巴 有點像在喝酸菜 白肉的那個酸菜 很類似 唉唷 醃醬菜還能這樣吃 土耳其人 真的在食物上 做了很多變化 讓你吃烤魚麵包時 還能有多重的享受 伊斯坦堡 處處都有驚奇 可以看到 玩到 許多不一樣的文化結合 還可以吃到 令人難以忘懷的美食 不用擔心 不知道怎麼玩伊斯坦堡 只要跟著吳鳳 這次的懶人包 這樣玩就對了 卡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